国安部公布这些名字之后 那就是轮到中国网军发挥它的水平了 就是台湾必须要注意到 既然已经公布了 那理上往来 可以这么说 他们一定也会在这些方面发动攻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法师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9月23号 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公布了 台湾两男女的姓名照片 及把他们的网站 匿名者网站全部公布 这个消息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震惊 我曾经讲过 这个是通讯指挥部 通讯指挥部距离我家大概500分次 距离我家500分次 所以那个单位 我非常的熟悉 因为距离我家太近 那个单位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 刚刚好就在六张离捷运站的下方 所以我们从统议通讯指挥部 就可以知道 这个神秘的通知电军事实上是曾经以来 就是台湾的军种 那他是直接归属于军方首长所掌握 所以他对中国大陆进行网攻 当然并不出人意料之外 我也讲过世界的网军 他有列为三级 就是第一级 就是像美国以色列这种等级 台湾是名列第二级 那第三级的 就是亚洲的其他国家 从这个地方大家来看 这一次国安部 他公布这两男与女的性情 真的 在台湾引起热烈讨论 我稍微去探听了一下 他们这三个人大概年纪不到30岁 不到30岁 那其中 有因为是非常喜欢上网的 非常喜欢上网打卡 然后他自称 他的网络的能力 有多么的厉害 那不管 这一些对中国大陆进行网攻 他成立的匿名者网站 被国安部发现以后 现在的问题来了 国安部既然能够发布他的职称 发布他的姓名 况且照片也有出来 发布他们的网站 还有网工的事实 这些至少说明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国安部老早就已经锁定他们了 那第二步 就是他们发动网工的模式 还有他们的技术 国安部应该全面性的掌握 那第三个 对于这三个以外 未来国安部也很有可能发动网军 对台湾发起功 就是我们看网络上的网军对决 其实那我是看过了一次 就是我的朋友亲自操演给我看 他本身也他也是黑客 他摸电脑大概已经摸了40多年 第一个他会设计城市 第二个他会直入木马城市 第三个他会潜伏不动 就跟蠕虫一样的 那第四个呢 他也让我看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小团体 这个小团体天天都在研究 怎么公布 一般的所谓政府的资讯网站 那他们的研究这么说好了 他们是认为所有政府网站的入口 都是非常容易攻破 他们的防火墙就设立的非常的薄路 我的朋友亲自操演给我看过 他曾经成功攻占过 亚洲五个国家 对台湾并不友好的网站 他曾经攻破过 他是亲自操演一遍对我看 那他说他们这种技术才算西咖 他说真正A咖的 真正A咖的就是以色列 那事实上台湾 定几年来 过去都有派员到以色列 还有到波罗的海三小国 去交流意见 去交流意见的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 进行所谓的 城市的直入 因为波罗的海三小国 是面对的是俄罗斯 那以色列是面对的中东 但是他们所有的必杀绝技 是不会交给台湾 只是双方相互观摩 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说相互观摩 他说台湾是败下正来 就可以这么说 台湾只有少数人 拥有A咖级的本事 通常西咖最多 B咖居次 A咖最少 他说从这一些 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的网络 事实上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他这个一定的规模 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他说你看 中国大陆当年有公布5个地点 就是针对台湾的 他说一个是俄罗斯 那个是台湾情报局的一个干员 被中国大陆找出来 他从俄罗斯进行远端攻击 他说还有一个是在马来西亚 也被中国大陆公布出来 那是网工的地点 他也是情报局的 可是他说这两个人 大概都是40多岁到50多岁 没有像这一次国安部公布的 是在30岁以下 他说这两起 还有一起 还有一起的地点 是让别人不容易察觉的 这个就是从阿根平发起攻击 也曾经公布过 那这个就是台湾某情志单位 还有一个是从欧洲发起攻击的 所以他说中国大陆国安部 他曾经有公布五个地点 都是涉及到台湾的情志人员 虽然他把名字公布 但是就我所思 他们真实的姓名应该是另外一个 基于保密为由我就不多说 但是这一次的公布 全部都是真名 全部都是真名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台湾网工的路径 还有网工的实力 那未来 国安部公布这些名字之后 那就是轮到中国网军 发挥他的水平 就是台湾必须要注意到 既然已经公布 那礼仗往来 可以这么说 他们一定也会在这一方面 发动攻击 只不过攻击的时间 你不知道而已 攻击的地点 你不知道而已 然而就过去的例子里来看 学校也好 公务机关也好 央视中国大陆的网军 攻击的重点 ذ伤好 今年的 更好 词 军